Hello Hello大家好 相信之前你们就看了 Apple Watch三年的review 那个视频 对焦有问题 很多人就提议 很多人就blablabla讲 然后 你怎么知道 我会不知道对焦有问题呢? 如果那个视频我是故意 让对焦有问题的话 这个视频同样的对焦 同样的设置 这个视频就没有问题 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当你制作一个视频 有些人他就注重的 就是看对焦、曝光等等 这些东西 这些人的观察 应该是看视频 多过拍视频 不用太害怕 而害怕的是看了以后 那些人不回复的 他们可能就是真正拍摄视频的人 就不会这样去观察一个视频 所以基本上 凡是死死抓住 对焦有问题的那些 回复那些人 可能 我说可能 就是 比较少拍摄视频的人 所以这是我的套路 一个想法 但是今天同样的 这边讲的 不是对焦的问题 因为在Sony A7R2上的对焦 我是用测试不同的模式 所以当你看一个视频的时候 我的微博的视频 不是那个视频 是终结点 它只是一个过程 当你看一个过程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结果的时候 不要太早下结论 就像你看个电影的时候 你说这个有问题 但是故事结尾 因为往往会峰回路转 就像今天 本来已经融化的雪 没有雪了 今天又再次下了大雪 所以 世界上的生活就是这样子 有时你以为这样子的东西 并不会像你想象中那样子 但今天 回到今天的主题 不是 今天主题就是 Nike 继续讲Apple Watch 的手 手板 手表 表带 这个是 49美金 买的 在美国买的 所以这个 当我之前 讲Nike的表带的时候 之前我讲过 这个表是不错 省电模式 我不要省电模式 但是它的表带 很多时候很容易肮脏 所以我就 有人就帮我买了 这42CM 当你买的时候 你要注意是什么CM 42CM的表带 然后这个美国的 49美金 然后我今天这个视频 就拆封来 装上这个看看 我还没拆开过 一撕开 这边有个一撕开 然后一撕 掉在地上 不要紧吃点那件 应该是拔起来 包子饭还是不错 我一盏很薄的纸 然后就没有了 掉在地上 一盏很薄的纸 iWatch Nike 然后相信很多人 已经退货了 这个就是表带 它要送的两个尺寸 一个大的 一个小的 我的是用小的 这个是大的 一个大的 一个小的 就把它拿出来 很柔软的材质 大的就不用 放在一边 这个材质很柔软 不错 然后把我手表拆下来 换表带的时候 它这边有个按钮 这里有个按钮 但你按后面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退出来 这个设计还是蛮有意思的 你看很多灰尘 挤了很多灰尘 这个就是这样子 我是这样子带 所以这个是在底下 是在底下 所以这样子把它插进去 撕开它 不错 这个 这个还不错 整个颜色 我之前也想黑白黑白 但是 因为这个透气 柔软度 可以看 这个柔软很多 这个原装的就硬了很多 这个硬了很多 这柔软 因为中间的材质 它有点不同 然后整个配搭起来 还算可以 密码不要告诉大家 整个配搭起来 还算可以 戴在手上 这个就透气很多 因为我发现一点 当你戴原装表带的时候 它的透气性 的确是差很多 很多时候 除下来会有一痕 所以这样子戴的时候 这样子戴的时候 它透气性 就会好很多 所以这个表带 就可以把它放回 在这一边 它有个长的 但是我 我个人是用不到 这个可以把它放 塞回到这边 可以看到 这张很多 颜色是有点不同 试时就有点 当然它还有个 很贵的 五千多 块钱的那个 但是我个人 就没有太多的兴趣 所以这一个 哎呀 这一个我再放进去 不知道做不 还要给一张这种纸 麻烦 真是太麻烦了 所以讲回 Apple Watch 所以可能中国 现在已经上市了 但是可能很多人 用的也很不 的确它不是适合 每一个人 如果你运动比较少 或者你对心跳 但是有一点 如果你只是把它 当成一个装饰品的话 它的确未必是 你想象中的那样子 但是如果你是把它 当成一个 这个 运动的器材 或者是一个 你测量 以前的 事情的话 这个就会很不同 所以这个就是 Nike的Apple Watch 它柔软度 是蛮不错的 你说 为什么不买个5000多 那个更贵的 但是我个人 觉得这个 未必是一个奢侈品 它只是一个 帮助你的运动的器材 它不是属于那种奢侈品的 如果你买那表带 就等于你用那表带 把它变成个奢侈品 但是其实 当你讲到奢侈品的时候 很多时候 都是靠外表 靠包装 但是我个人认为 真正的奢侈品 它是应该是有内涵的 就像斐达比利 就像劳力士 它贵并不是贵在 它外面的镀金 它是贵在里面的工艺 所以有些 当你买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要看它价钱是贵在哪里 如果是贵在 只是相金相钻石的话 这个收藏价值就不是太高 当然看你像什么金 像什么钻石了 但是如果你是贵在工艺的话 而工艺是不可复制的话 这个就很特别 所以你看莱卡里面 收藏最有价值的 就是莱卡的M系列 叫MP或者M9 整个照相机是机械的 然后很多机械性的东西 它是蛮有收藏价值的 所以当你买任何东西的时候 这些不可复制的机械性的东西 因为电子东西是很廉价的 就是说一代更新 或者新的芯片出来 新的软件出来 它淘汰就很 价钱就一直跌下去了 除非你是iPhone第一代 那个没开封过的 也有一些例外 但是基本上来讲 所以当你买任何东西的时候 它的价钱如果在将来是跌下去的话 我个人就觉得没有建议花太多钱在身上 花一些钱在将来会升值的 这个就是一个投资的一个小心得 就像买相机器材一样 也是花钱在镜头上面 是比花钱在机身上面更保值 如果机身还能用就继续用 但是所以我的这一套东西 你怎么讲到机身呢 所以讲到这一套 如果我换个机身的话 我所有的镜头 所有的麦克风 所有的设备都还可以用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分享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简单的分享 然后之前你们讲 对焦不太 对 我相信这一集的对焦 就同样的 应该是把焦点对在上面 因为当相机里面设置对焦的时候 很多时候背景太广太亮的时候 会容易让相机的自动对焦 有其他不同的挑战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测试 在相机不同环境下 不同的场合当中测试它的自动对焦 所以当测试自动对焦的时候 会有对不上焦的时候 这样子我就知道 我将来什么场景下 可以信赖自动对焦 什么场景下 不可以信赖自动对焦 所以这个就是熟悉一个自动对焦的系统 所以你们也不用太纠结 对焦对不上 其实当看一个电影的时候 你会不会一直留意 怎么这个焦点在那边 这个焦点在那边 其实内容跟故事 才是你应该专注的东西 所以对焦的东西 交给摄影机 或者是技术人员去解决 当然自己录制微博的时候 就是有这挑战 你又要充当技术人员 你又要充当导演的角色 又要充当演员的角色 还要充当剪辑的角色 就基本上一个人 打鼓又是你 弹吉他又是你 唱歌又是你 表演又是你 所以这个就是一人的乐队 所以录制微博是有意思的东西 好 所以这是今天同样的地方 同样去跟大家分享 我的手表的开封 然后顺便讲一下自动对焦 然后下次有机会 再见